你也有关心 老师 激动 期待 导演很有眼光 完全匹配 写得度特别高 要演像王萍的这样一个英雄人物 找巩俐人 她的演技断位 她的身份 状态 我都觉得她是最霸击 我个人认为 她们是像 怎么气质很像 走路也是 她第一天走进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就哇惊呼 这个好笑哦 推演进的动作 手的那个动作 竖杂木舌走路 你们眼神 说话都空了 你们爱拍球 看着肺炎 就是一个演员的能力 就把她变得特别的像 我狼屏从来不装 我都是玩真格的 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会指导我们一些东西吧 然后因为我们并不是很准硬 所以有些点她会跟我们讲 然后尽量让我们去投入做好 打球我觉得还容易一点对吧 打球很多东西 只是你们自己的 但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文系啊 我觉得那个文系方面 真的我们要用心灵来沟通吧 为什么打球 为什么打球 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 在乡 成为你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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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要真实 怎样去真实就行 就是说演戏不要去演 你心里想表达什么 你就说出来 拍戏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玩真的 对 没有什么特别虚假的 情感方面就是当时 情感是没有特效的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特效的 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 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 放开了打 豁出去打 李约的那个片段的时候 那个机器撞了她 然后她那个手进到那个机器里 然后指甲盖掀了一半 然后她当时就是 没事没事我还能再拍 朗大 你的手好点了吗 没动 应该没事吧 西红柿 她很尊重每一个人 我觉得她真的很在细心地 在从你身上学习 我觉得她能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 中国女牌加油 中国女排 加油 我和你们在一起